据独立新闻网站加州环球报报导 这座位于加州里的历史的实验室 本是一座空建筑 但执法人员在看到一根花园软管连接到这栋建筑物 并进行调查时发现了这个实验室 据报导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是华人 提供的公司地址位于中国 中古时报早前报导称 自2022年10月以来 Prestige Biotech的王兆林一直在该建筑非法经营 市政府官员通过法庭文件中包含的电子邮件 与公司总裁姚秀坤进行了交谈 然而法庭文件表明 授权代理人提供的其他地址 要码是空办公室 要码是位于中国的地址无法核实 调查人员发现 仓库的一个房间被用来生产COVID-19试剂和妊娠试剂 在其他房间里 调查人员还发现了数千个装有未标记忆体的小瓶 检测到至少20种潜在的传染源 包括冠状病毒 艾滋病毒 肝炎 泡疹等 实验室里900只经过基因改造的老鼠 生活在不人道的条件下 这些老鼠经过改造 可以感染和攜带COVID-19病毒 法庭文件称 他们未能提供任何允许实验室 或其他实验活动的许可 事件引发关注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上镜综合报道